柔佛一名罪嫁坐牢的怀疑男子 在居卵监狱身亡 遗体伤痕累累 近一个月过去了 死者家属还是拿不到解剖和话印报告 行动党就催促有关当局 尽快地完成调查并交出有关报告 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 他们也不排除要求重新验尸 解开这宗监狱命案的疑点 柔佛事故来一名罪嫁的咖啡店业者 被判罚款和坐牢七天 生前无病无痛的他 上个月底在居卵监狱突然死亡 满是伤痕和约亲的遗体留下了遗团 可是死者家属向当局 索取解剖和话印报告布果 死者的哥哥和表妹 以及行动党领袖再次召开记者会 敦促当局有所行动 行动党法律局主任兰卡巴欣表示 监狱命案涉及人权问题 当局应该加快调查 好让真相早日水落石出 否则他们将在星期五诉诸法律行动 jadi saya akan menulis kepada pihak-pihak yang tertentu besok untuk memohon agar dokumen-dokumen dibekalkan kami dengan segera agar kita dapat mengambil langkah-langkah yang diperlukan untuk kemungkinan memohon agar satu inquest dijalankan saya pikir itu mungkin perlu memandangkan kead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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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curigakan keadaan supposed kilogram tibetan kead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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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h Folk Seor Mokad 行动党强调监狱命案是重大的民间案件 他们誓言会向警方跟进解剖和化验报告 全力为死者家属在法律上讨一个公道